摘偶條件 大家聽話 好啊 我覺得 吃九州還是北海道拉麵 好厲害 這些就是學法 對於我來說拉麵 就是拉麵 我不知道分別在哪 那吞拿魚有分五個level 這個片頭 大家準備了學習 準備了學習 這集有 大家好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OK 開始了 沒緊張 想呼吸 正式進駐 剛好就做了這個 新春鼻尾拖羅仔 剛剛好 那就可以跟壽司龍比較一下 都是我們的學法系列 可以看到的就是 菜單上的拖羅款式 是多到你不相信的 雖然有一些都還是 有一塊魚 但是上面有些不同 但是足足有四頁籽 給你選擇 埋味不如也吃到甜品 你有興趣嗎 好啊 馬上先吃壽喜燒鍋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些是壽司龍給不到你的東西 最近有看什麼 思考人生 這個是很難做到的 你明白嗎 我都很希望我看這些東西 純粹思考人生 怎麼辦呢 我覺得很好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為什麼蝦尾拖羅仔這麼小碟 就只是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它足以打敗壽司龍 牛肉的脂肪比例是比較高 多肥肉比較 但也挺好吃 但就很好吃 大家最關心這個 上去燒鍋的應該都是牛 其他那些沒什麼關心的 三十九塊一個 如果只有一個人吃的話 我自己覺得份量是夠的 但是如果兩個人吃的話 就開始有腸牛肉的情況出現 我自己很喜歡吃壽喜燒 我也是 我喜歡甜豉油 他那些菜吸收了那些汁之後 也很好吃 吃火鍋我最喜歡 最後放一些菜 都吸收了它的湯 那些最好吃 七十九塊一個 我覺得 值得吃 一來就虛戰 就斯朗有沒有怕 湯底也算是濃 甜豉油也很好吃 那種味道 甜味我覺得 不會是淡的 因為我現在叫做熱食 我最期待的就是 薄多豚骨奶麵 因為壽司狼的熱食湯很淡 然後是像鹼水 想看看Harmazuzzi 到底這個湯是怎樣 我很喜歡吃九州拉麵 如果吃九州還是北海道拉麵 很厲害 這些就是學法 對於我來說 拉麵就是拉麵 不知道分別在哪裡 九州是吃包袋是嫩的 吃的拉麵? 九州是油麵 北海道是粗麵 所以你喜歡吃油麵? 嗯 它這些就是 好嗎? 這個是九州 因為薄多是九州 它真的有分 北海道和薄多 是啊 這個片頭 大家學習了 準備 準備好學習 其實我不知道 我剛才說什麼 剛剛 因為我媽媽教 OK 那這個不用想 極度推薦 你不用客氣 你吃完這塊牛 通常最後一塊 大家都會尷尬 是啊 不用這樣 你吃 沒有 因為我們第二次拍攝 那天不會太害怕 是嗎? 反而我害怕 我害怕這次又會變成一個弱智 可能我們小時候帶了家人 都很喜歡帶我去日本 他們都很喜歡去日本 所以日本東西開始吃飯 即是原來找到去吃泰國的 就未必會這樣 不是 因為我個人本身 不是 我個人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一去到那間店 就會很想知道他們吃的材料 或者看一部電影 會想知道劇情會有什麼卡 會先搜尋 我是那種人 就是手機一看 看完所有資料 才去做那件事 我覺得你很累 但好 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這樣是好東西來的 那所有資料就靠你了 我應該會只負責說 好吃 我們試試拉麵 嘩 就是這樣 它還是半生的狀態 長方形 面餅 面餅 它應該連尿兩尿都沒有做到 那一個秘密給大家聽 我是不懂得用筷子的 哦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慢慢來吧 因為家人都不懂得用 你要不要差 但你不會覺得好像 正常人都懂 但自己不懂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什麼啊 真的正常人都懂得拿筷子嗎 在這裡留言給你們說 你們懂不懂拿筷子 我是覺得現今世代 應該是一個半人 是不會拿筷子的 尤其是越年輕人 應該對筷子的概念是越低的 但我經常跟朋友吃飯 他們第一句跟我說 你不會拿筷子的 吹嗎 為什麼要懂拿筷子 不應該我會被人罵的 吹完街之後 但我真的覺得 不會拿筷子 不是什麼問題 吃到東西就可以了 拿筷子也是想吃東西而已 就是這個環境 就是 還是半固體的狀況 嘗一下 還有一點硬 哦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還是我們這次吃是這樣 有沒有吃過一蘭 這個蘭 有一點甜薯仔 那個麵的硬度 濃度的麵 我覺得是硬 然後這個湯是極濃 極濃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覺得 這種硬度是否應該 不是 謝謝 法官大人我問完 這個湯呢 你覺得怎樣 老實說 只是比起壽司朗的話 我覺得它的湯真的挺濃 當然你不可以跟一碗 正常的拉麵去比較 嗯 但是它算是這樣的 不太吃到鹹味 但是熱食來說 嘩 我沒有看錯 29元 29元一碗這樣的熱食 是抵過 是誰開咪 是抵過壽司朗 因為壽司朗 一罐以前是32元 近來最新的一集是34元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是34元 當然了 你說那些材料 當然不會有很多 就是叉燒很少 只是一塊 大家都一樣 這些 但是如果說湯的話 它贏了 價錢的話 它也贏了 19元一碗吃 虛字末如果過來吃 其實我除了它的麵 有些硬之外 其實它的湯底也算濃 是我喜歡吃的那個類型 因為我很少去到手撕店吃 即是吃拉麵 我自己也是 因為一定不會有你想像中的拉麵那麼好吃 我剛才不是說它分店少的 如果它分店多是會導致它變成壽司狼 那樣的話 我會寧願自己喜歡分店少 你明白我說什麼 因為壽司狼 我吃了幾間 都不是每間 質素都一樣 是啊 通常有些觀眾說 我吃到一間不是這樣 OK 我暫時吃到現在很滿意 你保持這麼少分店 嗯 這裡的豉油都有分 不少 但是五種都是不同的 有分特製豉油 分布 薩絲米 醬油 柚子醋 還有這個 濃厚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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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很濃的意思 他說這個是口感豐富一點 還有點三文魚 肉籽 會比較好吃一點 然後這隻是萬用的 就是全部手燒都可以點的 然後這個就是點一些 可能上面有蘿蔔用的壽司 或者白爪圓 我的天 這個是點白魚 即是那些油甘魚 這個是點三文魚子 范辣貝那些 是 就是這樣 幸好今集是找你過來 這裡已經變得很有用了 那吃了些熱食 就可以來我們的Q&A環線 準備好了嗎 是 讀些觀眾說 你多高呢 164至165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量度 你們有沒有試過 每次量度都不同 高度 慘了我想起 有個IG之前看錄了個view 說男生整個高度都不一樣 是嗎 我什麼時候都是176 你發生什麼事 你是不是發燒 是不是純粹香港人 是 是 啊 最喜歡吃什麼 我猜是壽司的 但是事實上呢 壽司也是其中一個 拉麵都喜歡吃的 泰國菜都喜歡吃 我猜些 猜些爆了觀眾的名字 是窄偶條件 大家聽聽 我啊 我覺得我是一個 需要安全感的女生 可能由小孩經驗 或者觀眾現在這樣看得 我個人是比較緊張 嗯 這樣 然後我就很想 但是我又不是很需要她 成人陪著我 那些 就是24小時報道 那些又不是 大家 然後就是這個 你也認識的 蛤? 阿Kent問她什麼時候會出谷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會出谷 聽到了阿Kent 你期望人家會回答什麼給你聽 之前問我那個人不是迷信 嗯 我是一時時的 因為我迷失方式的時候 其實就很迷信 但有時候我覺得 都是沒有信 相信自己 然後我就會想 這些大眾占服 去聽一下給我 所以叫阿Kent 可以聽一下 原來是這樣 這個最特別 我覺得可以先試 二重 就是吞拿魚三味 有一個南方南旗吞拿魚 還有一個長旗吞拿魚 還有一個吞拿魚藍 吞拿魚有分五個level 最高的level 就叫南旗吞拿魚 第二就是南方南旗吞拿魚 就是這個 之後就是一個叫大眼吞拿魚 黃旗吞拿魚 到最後就是長旗吞拿魚 我們平時吃吞拿魚的那些罐頭 就用長旗吞拿魚 然後這個南方南旗 就少有些 所以就可能有些高級壽司片才會有 即是這裡都有 嘩 好瘋 我覺得以後拍到日本的東西 都可以叫你 即是雖然我自己聽完之後 大概今晚就會不記得 但是對於你們來說 很有作用 南方南旗 它有薑層 對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所有魚都和你打麻利 這個很軟 很滑 口感 而且沒什麼筋 我覺得挺好吃的 沒什麼筋 好 讓我挑戰一下 這個是什麼奇話 是那個吞拿魚腩 吞拿魚腩 這個才是白白的那隻 才是長期吞拿魚 OK 那我就試這個 因為這個你已經能夠看到它有筋了 所以我就試一下 那些筋的感覺 會不會比賽斯洋的那些 嗯 公道說句 是有筋 但是不明顯 但是味道我自己也覺得不是很好 少量膠膠的感覺 噢 扔下去 是一坨膠的感覺 嗯 這個 雖然我經常都說 雖然我沒有創意 而它這個 只不過是把兩塊魚 劈在上面 都不說得上是什麼創意 但是在口感上面 我覺得真的好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買的 超值得啊 因為它27元 它27元就可以這樣 我覺得一定要點 而且我喜歡它有一個試吃比較 就是它可以讓你試完三個味道 因為我是有選擇困難症的 那你就可以同時試完不同的分別 你知道就懂得買 27元就可以這樣試到 一來點這個先 就是消極上市 那我都會保留我一般的做法 就是它怎麼來我就怎麼拍 它這一點就跟壽司狼很相近了 快於它會掉下來 月子呢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它類似是鰻魚的親食 因為我初頭都不知道 在日本吃的時候 都特意搜尋是什麼 它是 鰻魚和鰻魚是有些不同的 即是它們是親食 口感上也有少許分別 鰻魚 脂肪比較多 口感比較濃厚一點 這個比較爽口一點 而且鰻魚就是 它們在海裡出生 但它們之後會游在紅 最後才會游在海裡 所以它們都算是一個淡水魚 但是呢 月子呢就是它們在海裡出生 然後它們慢慢進去淺溢的海裡 之後 最後呢就會回到深海裡 所以它是深水魚 OMG 多謝你啊 Hailey 你令到這部片很有觀賞價值 Hailey白科全書 它沒有鰻魚那麼鬆散 它沒有鰻魚那麼鬆散 我自己是喜歡吃一些 比較多汁一點的東西 嗯 那它這個就 你又不可以說它是小肝的 但是沒有鰻魚那麼清 我自己覺得 我喜歡吃鰻魚 因為鰻魚汁上面淋的那個汁呢 是 它這個又不會淋的鰻魚汁 17元一塊 我就反而不太推薦了 我自己 我覺得它有一點 不知道你喜歡吃雞泡魚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一點點 那種感覺 但是是軟身版的 它就是軟版的雞泡魚 嗯 但是我喜歡吃雞泡魚的那個 所以你推薦 哦 這隻燒鹽蔥豬頸肉 大家看看它的圖頭 這個 上面的蔥在那裡 它又告訴你 其實它沒有忘記到 上面是有蔥的 只不過是有兩塊 這樣 那麼巧 我們可以一人一塊蔥 我不會吃蔥的 那你吃這個 你是不是秘密店的酒蔥 沒有啊 沒有啊 OK 嗯 等一下才記得 你忘了倒茶入 你會想一下 是不是因為都感覺到 跟我一樣感覺到的 是 只是來自豬頸肉的鹹度 很鹹 它是超鹹 巴哈馬火腿的感覺 就是鹹到那個鹹度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 12元兩塊 即是其實6元一塊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想試一下它有多鹹 可以點一個 而在壽司上面 吃豬頸肉這個玩法 都比較有趣 我是沒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壽司上面 有個豬頸肉 沒有 哇 你是可以倒出來馬上喝的 我個人 比較心急 會不會錄吞的 然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練成了 從小到大 有多少的熱食 然後我肚子肚子 立刻衝過去 放在肚子上 然後我吃東西 快速度在別人的一盤 你令我想起 我媽媽 即是家裡煲湯 我媽媽也是 家裡煲湯 即是它可以在煲的狀態之下 然後我就算它煲完之後 拿出來再放三個字 我都覺得會錄成醉 好像有個名字 這些人叫佛印 今晚進去搜尋 是 就是可以吃到很熱的東西 這個就是 直燒南方南奇吞南乳中拖羅 我呢 都有搜尋 就是我之前吃壽司 不知道什麼是中拖羅和大拖羅 我以為是一個尺寸不一樣 因為我上網搜尋 上網搜尋 中拖羅和大拖羅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中拖羅就是 吞南乳的腹部 以及背部 好像一半瘦肉一半瘦肉 有一點脂肪 有一點尺寸 半肥瘦 對 半肥瘦 赤身也是瘦肉 有些大拖羅 再配一些尺寸的混合 這樣就會很跟 而且有些人還好吃 大拖羅就是 吞南乳腹部的前方 那是最多脂肪的位置 好像是因為那個位置 最不需要運動 然後就儲了最多脂肪 放進去好像牛 雪花一樣 但就會多更 不過不一定是中拖羅 這個可能純粹 我自己覺得中拖羅 但可能有些人都覺得大拖羅 噢 即不是大就一定比中拖羅 這個我一開始就誤會了 還有它有分尺寸 即是紅色的吞南乳 它就只用肉 即是在整條魚的中間 那個位置 比較魚味濃一點 還有咬緊會厚實一點 還有那個位置 蛋白質高一點 脂肪就最少 你這個腦到底 為什麼可以裝到這麼多東西 它外面第一口的時候 你就以為它是比較硬 但想不到 吃完下去 裡面是很軟的 裡面也是那些適用的東西 它真的夾了一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聽完你講 所以我這樣想 但吃下去也真的是這樣 但火隻味 我自己認為就不算很痛 17元一塊 推薦 海膽隻燒南方南其吞 魚大拖羅 這是大拖羅 是有筋 但我覺得好吃 我想問到海膽的味道如何 很苦 很少 現在用在喉嚨上 那大家可以參嘗一下 27元一塊 這個推不推薦 不推薦 不推薦 但如果沒有海膽 沒有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燒到油脂 金香溶在 而且咬下去也很軟 我覺得我喜歡吃的 那種味道 但是沒有海膽那些 如果就是大拖羅 如果要叫隻燒 是沒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配一點點東西 要是配三文魚子 如果不是 只燒的時候 就只有中拖羅 這個是不燒的 就這樣 南方南其吞拿魚 大拖羅 極重油 好油 脂肪比例甚高 它的質容感反而不是很重 但是 都不頑 22元一塊 我覺得可以 這件事 如果要說它的油脂 是多於壽司狼的任何香辣魚 如果我自己覺得 要說回 叫你們Q&A問他問題 然後我上一條影片 是說直發 然後你們在Q&A問 直發多少錢 是什麼玩法 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在那條影片的 置頂留言 我會說回 士多啤梨香蕉紀念Buffet 對 來到的時候 就發現底下的脆脆 都還看到的 就好像很好吃了 上面這個很好吃 雪凍了 變成冰的士多啤梨 這條草是不吃的嗎 是的 應該 但有時候 店舖會把花 草搭上去 對 我經常跟朋友說 不知試不試 不如我試試 然後就馬上 我經常都做這些 你都挺小酸 但雪糕 就是沒得頂 但有一道 壽司狼贏他的地方 就是 起碼壽司狼甜品的種類多 他這次真的只有三種甜品 而且是三種的整法差不多 但這個雪糕 士多啤梨和牛奶味都很重 而且是配上果肉 很好吃 這是紅莓 紅莓 紅莊 紅莊子 下面是蛋糕 29元一杯 對於一杯Buffet來說 我自己覺得對得住 亦都推薦 你應該都推薦 嗯 我想說我昨天本身跟自己說 沒做健康那麼久 現在開始動回的人 要開始做健康 要開始吃清一點 結果我現在在筆緊甜品 我們是同一個健康座 從來沒有見過 從來沒有 沒有 這個人實在太早起床做健康 其實是我問題 我本身是那些 四五六七八九時做的 我是十點鐘去做 不是就是十點鐘 正在熟睡鐘 你吃到蛋糕溫行 你就會開始吃到香蕉味 但是這個香蕉味 絕對是化學香蕉 即是那些香蕉蒸 但是我自己 是十分喜歡這種化學的味道 所以依然是很推薦 你剛才是否說有東西要投訴 是 總結的結尾來說 很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Harmazushi 是比你還好 目前為止 但是Harmazushi 也有點奇怪 就是這間店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些麥克風的回應 突然之間 即是那些噓的聲音 即是那些開麥克風 然後咪咪 整場都聽到那些 他都間不像 就播放給你聽 我不知是播放還是怎樣 是不是有些什麼員工要開麥克風唱歌 你們說我知道 到底我已經不行了 大哥 如果我真的Harmazushi 出Promotion過來拍 壽司狼出Promotion過來拍 我真的會變成壽司狼 你明白嗎 你們呢 你們想不想 如果你們覺得我想的話 我想再拍 可能他這次的Promotion 除了一部都未定 因為他還有些常規壽司 所以只是今個月 Harmazushi贏 好啦 你看 嘩 我形容這些為地盤老粗豆 對不起 因為我身邊做地盤的Fan 吃東西都吃得很怪 好啦 今集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對Harmazushi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多謝Hailey這次過來 真的大多謝 今集是一條資訊片 OK 我是完全不會知道 關於吞南乳的層次 還有那些醬油是怎樣用 喜歡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 幫我和她的IG 她這次找她過來 支持我 我就在IG開的QA 你問大家 在Youtube和IG 我都會放比較多的互動 想我出多些片 我就可以加入會員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說 Bye Bye 不好意思 又突然突然過了 因為呢 在雜偶條件方面她有點更新 哈哈 哈哈 你說 其實呢 我是有寫下了電話 跟雜偶條件 什麼事啊 你寫 到底是什麼雜偶條件 導致她會寄在手機上呢 那我就決定放在會員圓區 這條片實在太長了 去到這裡 這條片就真的完 至於會不會想看 那些哈馬蘇士的追擊你們 不是真的想看 你們留言給我 下次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在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一些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台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Youtube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言的下面的 下面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